变异远景 合力压制犯嫌 并从身上搜出大笔千元假钞 二话不说 上号逮捕 原来这名李姓男子是名炸七通七犯 过去就曾数次用假钞买东西 而最近又在网路上下单五万元黄金 并以邮寄货到付款方式成功行骗 这回警方提前接获勤资 立刻合作卖家相约范贤碰面交易 顺利逮人 就怕范贤还尝匿更多假钞 警方寻现搜查李贤住处 结果意外发现安卫案 就在住处顶楼 远景发现李贤的黄姓室友 行为可疑 结果一查之后 竟发现他也是名通气犯 而且身上还藏有毒品吸食器 及1.63克的安非他命 这回警方一石二鸟 将两人一炸七通气 防害自由通气 以及使用伪变造货币 跟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 移送地监处侦办 原始新闻 这就是任台东西的采访报道 来 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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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